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链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小时候在CCTV6看过很多很多经典的电影 有极度深含必处理的怪物科学怪人等 当然还有今天的这部真实的谎言 即使放在现在依旧不落伍 还是觉得非常的脏 故事要从哈里讲起 他本是一名美国FBI的高级特工 精通六国语言 当然也擅长多种强悍的间谍手段 影片开始他正在和同伴调查 关于某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策划的走私核武器的案件 他混进了一个王会内 这一开始的间谍手段 真的让当时的我大呼过瘾 准备窃取对方电脑中的资料讯息 但没多久还是被发现了 不过哈里临危不乱 先和那名叫穷娜的女子跳舞 然后再用早先放置好的炸药 最终完美的离开了 但他执行完任务后 还要回家扮演一个丈夫的角色 结婚已经15年了 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 他不得不隐瞒自己真实的身份 所以明面上 哈里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脑操作员 当然还是那种要经常出差的 所以妻子对于这样平庸的丈夫 甚至对她平凡的工作和老实巴交的态度有些厌妨 当然她还有一个稍嫌叛逆的女儿 而且这些年她买的礼物还是同事帮忙准备的 简单的说就是这些礼物已经不符合女儿了 毕竟她都14岁了 当然她也发现女儿的不对劲 比如偷拿自己的钱 甚至坐上一个小年轻的摩托车 只能说这些年她因为工作的需要疏忽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所以对他们的变化感觉到不适 同事还安慰哈里说别担心 反正这个安慰也是很雷人的 当然此时的哈里和同事正在被上市狠狠的训责 不过调查恐怖袭击的事情不能停 从调查的数据来看 恐怖分子这边给那次王辉上的穷纳赚了200万 所以为了查清这个事情 哈里伪装成对她感兴趣 然后借用葛董这块的话题接近她 甚至还打起骂俏 当然这个姑娘还不知道就被监控了 还是被恐怖伤了一巴掌给拍醒了 和你约会的是特工 你竟然心里没有点数 全然还说我调查过哈里的身份 你说如果一个特工身份那么好调查出来 那么她得死多少次呢 不过家里的妻子并不知道这边发生的事情 打电话询问哈里晚上能赶回来吗 哈里说肯定可以的 因为妻子和女儿要为她过生日 但因为要回来的时候被人跟踪 甚至准备枪刷她 所以在商场厕所内 就上演了一场混事大战 这场枪战真的够刺激 当然还发现了恐怖分子疑似首脑的人物 这段你追我敢 别人骑车哈里骑马 就是这么霸气 但最终没有抓到 而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 时间已经不知道几点了 虽然她极力的向妻子道歉 但也难以妻子的失望落寞 也许她已经习惯了 第二天当哈里调查追捕的那名嫌疑人 最终发现她叫萨里姆 是一个极端分子 很多恐怖案件都和她有关系 所以大致可以断定 这次的核弹恐怖行动 可能和她关系很大 另外一遍 因为生日的时候往回来 所以这次 她准备去妻子上班的地方找她 给她一个惊喜 却意外的发现 妻子好像有了外遇 正在和一个人在约会 所以她动用这点能力手段 跟踪调查 甚至窃听电话 发现这是一个叫西蒙的男人 这个男人自称间谍 编造了一系列浪漫刺激的故事 来引诱海龙 因为平时生活的平淡 让海龙有点不可自拔 而实际上这个西蒙 只是一个普通二手车行的职员 一次她以秘密行动诱骗了海龙 在他们准备去秘密动作的时候 最终哈里就用手上的职员 来了一出真正的抓捕 这个骗子被抓获 而海龙也被抓了 为了不让妻子发现自己的身份 他们在另外一个房间内审讯她 她说出了自己和西蒙是怎么认识的 并表示自己其实没有真的要背叛丈夫 甚至依然爱着丈夫 但那句我以前爱她 现在爱她 将来也爱她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感动到热烈盈眶 更别说当时正在充满猜忌的哈里了 即使是隐瞒了自己特工的身份 可她从未真正欺骗过她 只是工作需要 毕竟是国家的机密 而且有些时候知道的越少 反而越安全 不是吗? 当然为了小小的惩罚一下妻子 哈里也给了海龙一次机会 去执行一次任务 否则的话她可能会坐牢 而这次的任务是装扮成一名妓女 去为一个人跳舞 并悄无声息的安装器听器 这就是她的任务 当然其实这个人就是哈里 只不过因为光线的原因 海龙看不清楚 当然在哈里准备往海龙的时候 却被她给打了 而海龙最终也发现 这个人竟然是丈夫 就在此时 有一伙不明人士闯了进来 原来是那伙恐怖分子 最终也记事了哈里的真实身份 妻子非常的震惊 原来我的丈夫是那个上天陆地 无所不能的特工 本来为了保护好妻子 哈里说这个女的只是一名妓女 但不知情的妻子 最终泄露了自己的身份 一开始还不相信丈夫是特工 而恐怖分子萨利姆 之所以要抓住哈里 只是要让他证明这个恐怖组织 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好吧 他们的逻辑我也不懂 之后还要录个像 大概就是证明自己要怎么怎么的 与此同时 哈里的同事 早先在海龙身上放置了定位器 谁知道他们被抓到了这里 当然这段特别的懂 哈里被打了一种药 会说实话 恐怖分子要问出他的背后组织 反正把我吓得半死 但妻子也知道了 哈里做特工已经17年了 等于说他们结婚前 他已经是特工了 作为特工 结婚这个选择是很难的 不过毕竟是高级特工 所以最终还是轻松的逃脱了 带着妻子一路过关斩六架 和萨利姆展开了一场大战 可惜后来哈里在躲避子弹的时候 跳入了水里 妻子也被那名女手下给抓走了 而此时的电影只剩下不足20分钟 哈里乘坐着战斗直升飞机 准备解救妻子 还好他自己也出息 在车内两个的女人互敲 先是一枪奔了司机 然后打赢了女手下 最后险子又险的被哈里给救下了 本来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 可惜自己的女儿竟然被卑鄙的萨利姆给抓了 而她呢 现在准备在市中心引爆核档 只要拧洞开挂 这里的200万人民就要生亡了 不过机智的达娜 偷偷的拿走了钥匙 逃到了天台上 而且那名拍摄录像 看起来苍苍巍巍的工作人员 其实也是FBI的 最后的那一段 就是萨利姆追着哈里的女儿 爬到了吊桥上 就是不给她钥匙 结局其实如我们所想 怪人带着导弹被射了出去 和这的同伴同归于尽 而哈里成功救下了罪的女儿 虽然这场还原持续了15年 但她不仅阻止了这场核弹恐怖活动 还让妻子和女儿知道自己的丈夫和父亲 其实很伟大 也很强大 一年后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此次特工可不仅仅只有一个 哈里海伦都是了 原来这就是夫妻党了 虽然电影有点英雄主义 但这不是唯一部好电影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